江醫師你怎麼觀察 美國認為三十天之內要大流行 然後世衛直接拉高死亡率三點四趴 那事實上洪醫師剛剛講的沒有錯 確實義大利跟伊朗 我們都看到相當高的 超過三趴的死亡率 沒錯 尤其是 如果你去看這個醫療 已經崩潰的狀態 這個死亡率就直線拉高 我們常講這本來也許 不見得會致命的一個感染 他只是讓你談多等等的問題 讓你覺得呼吸困難 可是你就是缺了一個氧氣 你就缺了一個抽痰的設備 對不對 你就缺了一個插管的設備 你就缺了一台呼吸機 你就可以讓他去死掉 所以的確這些人 在醫療崩潰狀態下 很多人不應該死得通通死掉 你把他記在這一個病毒頭上去 不過坦白講真的 我也認為他不是會不會大流行 他現在正在大流行 大流行的三個定義 第一個要規模大 第二個要多點 第三個要人傳人 事實上都已經有 現在都有了 而且全球都發了 而且有幾個 我們剛剛討論的是大爆炸的國家 可是那並不等於現在數量少的國家 未來兩個禮拜會不會等比級數大爆炸 對 所以你現在看他少 只是因為他也沒有啟動檢查 他篩檢能很少 所以他看到病例就很少 你如果不要去看他 你有沒有看不見他 坦白講在醫學上 歐未這樣嘛 你不去看他你有沒有看不見他 所以現在這個就有一個問題就是像剛才 講的黑術的問題很難解決 所以我認為他現在正在大流行 那大流行會給我們製造很大的不方便跟衝擊 今天大家想想看我們台灣守得很好 可是你現在全球因為互相依存度非常高 沒有一個國家自己準備所有的東西 對 對不對 那你馬上要面臨幾個問題 像林光看成為有個東西 58個藥要斷 而且我剛剛傳了一篇很專業的文章 因為我看了沒有全都懂 所以我直接讓江醫師看detail 不過他是說印度那邊有很多藥物 直接確定要斷貨 然後點名了50多個以上 而且那個都是大量的普及的經常使用的藥物 尤其是包括地線常見的抗生素 amoxicillin這些東西 我們常用Seproxacin Azithromycin 這些東西其實是門診 我們幾乎每天都在用的東西 甚至維他命B12的原料 126通通都可能會斷掉 因為他現在原料不足 那因為互相依存太高 現在這個東西很多都在大陸做 那他在停工的情況之下 各個國家要重新從頭開始製造生產線 一定做得到這不是什麼高科技 這個都已經合成過的東西 可是我跟你講 搞一個生產線就是一兩個月的事情 所以你勢必會在各醫院裡面造成斷藥的問題 所以我會鼓勵 所以第一環是斷口罩缺口罩 口罩現在用到很吃緊 以前第一線醫護可能一般外科手上 隨便一天用好幾個 他不會是重要的管控物資 現在是管控物資 再來防腹的配備 以前胸腔外科用 橄欖科用 那他也不是那麼吃緊的物資 現在也吃緊 將來我們可能連最簡單的止痛藥 最簡單的抗生素 甚或某些霉素之類的 通通都可能在某些地方發生缺貨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大概要超前部署 一件事情 其實你如果請每一個人把家裡藥找出來 連著藥帶找就開藥日期 對不對 這大致上要笑期 適當的回收 沒有被污損 沒有被污染 沒有被炒解的藥 事實上恐怕是必須的 真的假的 總比你已經走到這天了 你要做超級不足 因為這個東西不傷人嘛 你知道嗎 我把你不用的藥 舊的藥 我看一下日期 沒有過期 沒有草解 那總是保障這個藥 要用的人可以拿來救命 我覺得這是必要的 那你今天這樣講完之後 我請教你 臺灣有蠻多慢性疾病的長期病患 他本來就長期在用藥 他們變成要趕快大量備藥 就像先前前一波有背到口罩的 他過去一個月壓力都比較小 那變成我如果是糖尿病的 我如果是高血壓固定要吃的 我可能要背一兩個月份的藥物 其實現在要背藥有點困難 因為我們健保 因為健保雲的關係 你要不管去哪一個人說領藥 你只要在一個月之內領過藥 我基本上最後三天才能再給你藥 所以你基本不可能自己再去健保 再去重複拿藥 我多背一個月的藥 是這樣做不到的 我們在健保雲這個你絕對做不到 所以這個當然是一個麻煩 不過我會覺得先把舊藥考慮 各個醫院射點然後回收 對適當的沒有炒解的 效期之內的可以考慮 因為這個東西不傷人 而且馬上就有大量的藥物可以回收 哪些藥物 比方說止痛藥 我認為所有的 因為他連血脂藥都出問題 血脂藥就是那種高血脂在吃的 他現在血脂藥也出問題了 抗生素也出問題 各種藥都在五十八個藥裡面 其實分佈得非常廣泛 抗生素一大堆 然後血脂常用的 維他命什麼都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當口 就是要發揮 發揮國人勤儉美德 然後要習物 然後習福 然後適當藥物回收 至少比沒有藥可以用 是好很多 問一下這個江醫師 好像這個全世界搶物資的 那個人性都是一樣的 沒錯 我們像我們自己在賣食材 就開始接到很稀奇 古怪的要求你知道嗎 開始有人囤貨了 對 囤貨也就算了 就是說譬如說我們自己本來有大庫 那貨會搬到我們的那個店裡面 然後賣給消費者 大庫是冷凍庫的 對 很大型的那種三層樓高 那種大硬凍庫 那現在開始有客人要求說 他把他買的貨 要我們幫他運到大庫裡面去存起來 然後他再慢慢提領 提用 對對對 他付租金 對 我說我們又不是做倉儲的業者 可是因為這是老客戶都是會員 你現在要拒絕他也很困難 那表示說那個很多人都覺得 這很接近戰爭 對啊 所以這是超限部署 對啊 因為他放冷凍庫裡面 他就不怕沒有肉沒有魚 這些東西在冷凍庫裡面會腐敗 可是我講一個人性的概念 一月份有先囤口罩的人 後來都是二月份的贏家 然後一月份剛開始 武漢封城的時候在搶口罩的人 他很多人同儕都會覺得 你神經病跟人家亂搶 但是到了二月上就開始發現 有口罩是贏家 沒錯 所以像 那你剛剛講的那些藥物 我今天再播完一次 很有可能有一些人來收一收 對 因為其實以前有 有人這麼收藥 以前多可惡你知道嗎 有人這麼去醫院拿藥 以前沒有健保雲之鹽 藥拿了之後 他就旁邊藥局把藥賣掉你知道嗎 那當然現在有健保雲這樣做就很困難了 因為他會發現你重複零藥 不過以前的確有人把藥拿來又賣掉 而且慢性病患一定盤點 自己家中藥的庫存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上次拿的還沒吃完 或者忘記吃的什麼的 然後重新點一點 湊一湊萬億藥缺貨的時候 那至少擋著用 對 沒錯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 因為這是必要的 因為你還要想到 斷念這個問題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不是我們國家努不努力的問題 國家隊什麼樣的問題 國家隊有那麼多事情要做 他怎麼可能連50種抗生素都該 幫你開54的生產線來搞 對不對 怎麼可能呢 就是說我們看到國家隊可以有口罩 是因為有工具機 還有口罩的原料並沒有那麼複雜 可是藥物的原料涉及上油原材料 對 原材料是什麼 然後原材料的合成 然後原料之後再去合成 比方說我們吃的膠囊或定劑 或者各式各樣的那個合計這樣子 那可是原料是什麼 差異很大 對 那原料有些國家 他就是某些特定原料 藏在提煉而已 對 尤其是我們製藥 其實現在也非常多段 很多的中間體 事實上都在印度或者是中國大陸做 對 因為他們做中間體 他的效率高 然後價格便宜 所以連很多 即使國外的大藥廠 出名的藥廠 他買中間體 他也是跟他們買 他不是自己從頭到尾 36個步驟自己來搞 他不是 因為這樣太花錢 對 他直接買中間體 從中間一半做 可能在六個步驟就結束 這樣子 對 這樣子在這個目前 這個情況下就斷煉 斷煉之後 你本來沒在做 前面那三十個步驟的 你現在從頭開始做起了 那就累了 好 所以這個還不是原廠藥跟學民藥的問題而已 這是原料就可能直接斷貨 所以不管是原廠或者是學民藥 你沒有原料 你都沒有辦法有後端 最後端的生成 沒錯 所以這個問題 我會認為在疫情不解決的話 你最近一兩週之後 你就開始看得到 你到醫院去領藥 發現這個缺那個缺 那有一些是急迫性的藥 比方抗生素 那就很麻煩 抗生素缺了 剛好培養出來有效的話 你就會要人命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真的也要預先籌謀 想辦法去到比較沒有 趁各國還沒有警覺的時候 去搜刮一點破 就是像我們那個儲物 那個你的超音波龍階級 口罩的狀況是一樣的 就是說現在在下一輪 就是變成醫療總物資的大盤點 然後也有可能是物資的大缺口 好 我們稍後回來